繼續回到即場教導資是必答的環節 如果家庭觀眾有想問Rafi 隨時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是204-6566 或是可以繼續發電郵給我們 Rafi,不如先跟你跟進一下 今天有些股份創了52週的新低 有些煤炭股 中煤能源編號1898 創了新低,低位見過6.25 這一刻都要跌2.6% 最新是報6.29 不如看看整個煤炭板塊的表現 中國神華最新跌超過1% 跌3.5%,報25.7.5 燕洲煤升4,報12.14 中煤能源跌超過2.6% 而肯定跌2.22,沒有升跌 首礦資源升1,報2.29 不如分析一下煤炭股 其實看到煤炭的表現都很一般 最主要是看到兩個主要因素 分別是存貨比較高的問題 以及煤炭價格不斷要試低位 這兩個問題是否會繼續發生 我相信這樣看 的確你會看到煤炭股 其實不只是這一陣弱 正確一點來說 由今年初 或者去年尾開始 都已經整個萬塊走下波 越低 當然近期更加嚴重 即是更加是50%左右低位等等 譬如先說中煤能源 當中來說最主要的受累因素 當然是剛才說的兩大因素 一來的就是負存方面的因素 二來的就是價格因素 先說回負存 其實不論負存因素 其實不論一方面 電企方面的負存也有新高 變相他們對外煤的需求 也有一個降低現象 不需要買這麼多煤回來 雖然形成了煤的價格 一定是升尾的 而且二來的 本身國內有兩個參考指標 循環島煤的負存 和環埔海方面 兩邊都一樣 負存方面更加要創新高 如果以6月初、6月中段左右 其實重環島方面最新的 即是叫公母數字計 其實煤的負存量 突破900萬噸 變相如果你說 負存量這麼多底下 積了這麼多貨的時候 變相都一樣 有沒有需求也好 變相那個價格 怎麼說也是 應該都升不起 所以變相說 價格自然就左下坡 兩者是橫橫雙購 而另一邊最終說到的 就是需求問題 煤每個人都知道 在國內也好 或者是環球也是 很多的工業 很多的叫做的東西方面 都需要用煤的 譬如是產電等因素 變相來說 當經濟好 經濟活動多的時候 自然用煤的需求也會比較多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近期也是 國內方面 經濟下限的風險 也都在不斷增加 現在都看到很多數據 都顯示得到 無論是一些企業 中小企業 大企業也好 都不是很敢做一些叫做經濟活動 所以變相來說 自然對煤的需求性也會降低 所以需求是 需求一方面 富翔一方面 自己形成了價格 自然打不起 亦是不斷去到市低位 所以變相 你見到今年回來也是 每月產價格 一月二月是比較弱的 但是曾經三月份 是上過一層的 但是當時 大家說過 升勢是慢慢長回來 但是預期升勢是不會太持久 就算一升也好 預期升勢是比較緩慢的 所以變相之後 都真的看回 四、五月打下 或者六月到這一刻 每月產價格是不斷的越走越低的 正正來說 配合上升勢也升不上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 雖然過頭半年了 價格或者整個負面因素 都反映在股價裏面 但是預期下半年有沒有反彈勢頭的話 暫時一刻為止 我都不是太看得到 或者你這樣說 雖然比較多 但是也不是太建議 大家去做過入市的反彈策略 因為我會預期這樣說 其實不斷這樣說 雖然預期下半年 無論過內外也是 預期下很多刺激措施都會慢慢出來 或者很多舊市的因素都會有 或者國內也是 要穩定增長 或者要做很多東西的時候 我相信中央都不會作事不理 會做更多動作 沒錯 預期下刺激措施的時候 我最終看的 有望刺激回顧需求 或者跟經濟周期猛烈高一點的股份來說 相信有一個彈起的因素在 但是我需要權力一點 我覺得就算價格升得好 預期下升勢 只會平衡發展 不會太快一下子彈上去 因為我看的 還有一個庫存因素的賴味 這麼快清洗庫存 都比較難說 所以我覺得就算煤炭價格升得好 暫時不會太升得起 所以我看煤炭股來說 我相信就算有反彈也好 一來不會持久 二來反彈力度來說就不會太大 所以我覺得這個辦法 其實今年年初都是這樣說 整體整年計 我自己的看法都比較弱一點 煤炭股來說就是一般 最主要就是經濟方面 不是太理想 始終那個需求也不夠 如果煤炭價格下跌的話 對電力股反而是好事 看到它的原材料成本方面 就下跌了 不如跟進一下電力股今日的表現 看到華人電力升超過1% 報14.9 環銀角電量下跌3仙 華電國際升5仙 中國電力量下跌1仙 最新去到1.99 大唐化電升1仙 報2.9毫半 今天電力股各別發展 會不會說哪幾隻大家都可以留意 當然整個電力板來說 不論從防守性去計 或者這一刻的一個測秀性去計 甚至整個行業因素去計 這一層自己看得不錯 雖然其實之前都是 你看到不斷地 各別幾隻更加創過50至2周的新高 還有很多隻都可以升 如果到這一刻還能否考慮 或者哪一隻可以考慮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看 剛才說到 防守性都比較強 我們可以這樣說 你看到逆市裏面的一層 特別是五月份 整個市場回調了那麼多 但它這個板塊 其實是個別者不斷地走高 或者照支撐著 不是太弱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有一個防守性去考慮 但是你說這一刻 這麼多隻 剛才報板都有5隻 那哪一隻可以考慮得過 我不斷都是這樣建議大家 其實我自己看好就是836華人電力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 雖然你看到這一陣 它的升聖是相對902和107比較慢 但是我始終往後一點看 一來有一個追落因素 二來始終它的基本數字是穩健一點的 因為始終無論從負債 或者從煤的敏感度等等因素去看 我相信都是它是為之優先一點 但是反而來看當然 從負債因素看的 始終八收率比較低一點 或者相對華人電力比較高一點 所以對減息敏感度比較高 就是這些敏感的因素來看 可能902會比較敏感度高一點 當然那一下彈 可能受惠性比較高一點 但始終我覺得以現階段選股票計 無論如何都是以安全角度出發 所以以穩陣角度來看的時候 836我相信怎樣說都好 都應該穩健一點 就算是接下來 升勢沒有那麼強勁也好 但是預期回到跌那一刻 一定不會跌得那麼急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如果要選擇的 我會幾乎加836 因為始終我看 一來它本身煤也有自身供應在 所以我覺得對煤炭的格格盛度 亦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我相信它的穩健度 會不會說的 都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現在更何方 剛才說得怎樣 就這一陣相對它比較落後 所以如果要選擇的時候 它的優先性 我會幾建議是整個行業裡的首選 你剛剛選擇了就是836 華人電力 我看到在過去的星期來說 在恒指的成分表現來說 即是它都是投了幾位 看到它現價 去到14.9 暫時就升兩毫子 投資者應該在什麼價位去部署 如果想我買入隔壁來說 如果這一陣都沒有跟到的時候 究竟是什麼價位去上車 我覺得白心窩來說 整個走勢 雖然不是太強勁 但也不是太差 也算是平穩向上不錯 我覺得安全一點 我會計算在10天線左右 大概14.7這價位 都可以去試第一柱 我覺得相對回調風險 其實不是太大 到時14.7左右上車的時候 中線看有沒有挑戰 大概16元這價位 我反而覺得有條件 是示範這些水位 反而來說下面 假設反覆不下來 不穿回環區域的頂部位 挖近14.3、14.4這價位 也挖近20天線左右 變相不穿下去這價位 反而我覺得這隻股份 多值得中長線持有 因為預期下半年 除了剛才所說的因素之外 你在變相的 通脹回落 和梯電價格的上升 甚至全國社會用電量 我相信都是有真無價 變相來說 我覺得預期中線看起來 是看得多理想 謝謝Rafi在電力股方面的分析 我們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已經收到癌症 你發給我們的電郵問題 我們會過五分鐘後 開始解答你的問題 Rafi和你做份申報 剛剛談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謝謝Rafi 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談 謝謝Rafi